你開心就要過,你不開心就要過 為什麼我不記得開心一點做一些有意義的事呢 我小時候出海拿魚,15歲的時候 和弟妹在馬頭捉姻因不小心跌倒腰骨 後期痛痛下就不能動 要做手術,一進去醫院就住一輩子 是很難過的 你自己又好時,想不到床,下不到床 你一個人抬掌抬下,整個廢人一樣 真是很無助 我住在大年子夫人的時候 我坐不到輪椅,要趴在床上 有一個病人被火燒到,整對手都包著 沒有人跟我一起吃飯 他覺得很開心 我覺得幫助人是很重要 1973年出院,我想找東西做 我想找地方住 一個麻利治療師介紹Uncle John來探望我 他說他介紹我做義工 早期我多點探訪,煲湯給人喝 我們當年都是在兒童院裏面 我就是在那裡上班的 但他就是做義工的 最深刻的印象就是 曾經抱他下樓 因為他下不到樓梯去買東西 可以幫到他 我也很開心 有的 他自己經常都樂意幫助人 而且他經常有一個很開懷的笑容 我現在後期年紀大 我想出本書去幫助多些人 盡量賣多些東西 去幫助多些機構 我另外想跟你訂多50本 送給我的朋友 我覺得他是有一個很堅毅不屈的精神 自己這麼困難 他也是去幫助很多人 他會給你一個啟發 在困難之中向前往 之後向前往 你才知道將來是怎樣 你盡人事盡力去做 做得到就做 幫得到就幫 沒有的 我生命都是順天給我的 我的時間都是大家的 我人生沒有什麼好訴求 做了四十多年義工 希望生命影響生命 讓人多正面一點 不要那麼多怨氣